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孙策临死前,为何无视周瑜只脱骨张昭? 175年,在卢江郡有一个叫做周瑜的少年,他生于当地望族周氏,从小就展现出超凡的自治。 周瑜各自高大,相貌英俊,且涉猎广泛,对音乐颇有心得,他广泛阅读各类典籍,胸怀大志,立志要在这个乱世中创造一番视野。 189年,这名军阀孙坚路过如江,周瑜便认识了孙坚的儿子孙策,两人同岁都有超越常人的抱负,一见如故的两人迅速成为知己好友。 周瑜更是对孙策这个少年军阀充满了敬佩之情,为了帮助孙策,周瑜甚至将自家住宅的一部分让给了孙策居住,时常资助他。 两人第一次见面便聊的异常投机,论财学,宜兵法,各书几件。周瑜见孙策虽然年轻,但均是谋略过人,便忍不住赞叹道,公子年轻有为,并能成就一番大事。 孙策也大为赞赏周瑜的学识与原见,欣然达道,五等结伴东都,共图大也,必可助就一番万事公益。 自此,两人结下不解之缘,经常聚会漫谈,畅想着改天换地的将来,日久生情的两人群同手足,都梦想着在乱世中做一番事业。 既然巧合下,两人都跟着袁术做事,然而周瑜和孙策都看清了袁术的为人,认为他必定不能成大事。 一日,两人登上高台,远眺着如烟波浩渺的长江水,周瑜探道,袁公才是平庸,恐成就大也,不知无有有和高见。 孙策沉吟片刻,坚定地说,无意已决,当东渡创业,奋勇争先,可得兄弟助我。 周瑜毫不犹豫排兄答应,当晚两人就秘密商议起了东渡的细节,于是孙策决心出来单干,自己在江东开拓天下。 周瑜也毅然决定跟随孙策,放弃袁术,一同去征战江东,两人整装东渡,这一去就是三年。 周瑜专心随同孙策征伐各路豪强,之间出谋划策,以一代劳屡剑弃功。 尤其是与孙策配合默契,进可攻,退可守,令每一场战役都以少胜多告终。 两人战无不胜,威震江东,两人东渡江东,很快就再自立足。 周瑜全力辅佐孙策征战,两人合作焕然一新,屡剑弃功,后来两人也同时迎娶了乔公的两个女儿,大乔和小乔为弃。 一时间两人从知己好友变成了联金,关系更加密切。 在周瑜的协助下,孙策的事业蒸蒸日上。 25岁的时候,孙策已经平定了江东一代,建立起自己的政权。 凭借过人的勇武和政治手腕,孙策将江东各路豪强全部打布,联合在自己麾下。 建立起日后的东吴政权的雏形,身为孙策得力助手的周瑜,建国之后依然尽心尽力不作孙策。 他用自己出众的智谋,帮助孙策整合江东的力量,安抚江东世家,使得东吴国力日渐强盛。 每当孙策征战归来,周瑜总是率百官迎接,孙策也眉眉笑吻,国政可安。 周瑜便败道在地,一一禀报国家大事。 孙策夸奖道,有兄弟在,无能扬名四海,有周瑜这样智囊做辅助。 孙策能够放手将更多心思放在军事征伐上,使得东吴的版图不断扩大。 两人合作无间,使东吴国泰民安,百姓称颂二位英主。 孙策征战归来,见到田仇丰饶,工商发达,不禁感叹。 今日景象,正是吴当年东渡的理想。 多谢兄弟劫心尽力,使吴工也得以长久。 周瑜也孝大,大夜市公子,易受创建,小弟只尽绵薄之力。 易姓有公子之语之名,两人合作无间,一时之间。 孙策的威名传遍天下。 许多豪强见识孙策的勇武后,都心生畏惧,不敢轻举妄动。 就连当时的预言家郭家,也惊叹孙策的才能,认为他必定能成大事。 然而郭家也预言,孙策是个有勇无目之人,恐怕难逃横死的命运。 果然,就在孙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,干元七年。 孙策在一字外出巡视时遭到暗杀。 刺客推桥工门下逃出,将年仅25岁的孙策赐导在地。 孙策倒在周瑜怀中,已然命在旦夕,刺客以擒,公子轻宝中。 周瑜心如刀脚,哽咽道。 孙策挤出一丝苦笑,以无力言语,在贴身侍卫的扶持下。 重伤的孙策被紧急送回宫中救治,然而已是重伤,已经回天把数。 为了东吴的未来,孙策决定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孙权。 但在托孤时,孙策并没有选择当时正在外领兵的周瑜, 而是托孤给年过四十政治经验老道的张昭。 这项决定让许多人感到不解。 周瑜明明是孙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,关系甚密。 为何在生死关头,孙策却未提起他。 周瑜自己尽管伤心和疑惑,却没有反对孙策的决定。 只在一旁默默守候,原因其实有几点。 一是当时周瑜不在身边,脱不脱已无从谈起。 二是张昭正至手腕老道,可以辅佐孙权。 三是避免周瑜受到太多关注而遭祸。 四是孙策相信周瑜必会尽心辅助孙权,担心外人不理解。 临终前孙策还特意说了一句那是全部仰仗张昭, 希望人们明白自己的用意。 然而孙策对周瑜的信任从未动摇过。 他相信周瑜必会理解自己,并继续帮助孙权。 果然周瑜在得知孙策遇刺的噩耗后, 立刻从前线赶回来稳定局势。 他用自己手中的重兵威慑住朝中官员, 稳定了东吴政权,使孙权顺利继承。 周瑜深知大义,没有因为自己未被脱骨而怨言。 相反,他更加劫心尽力辅佐孙权, 以报答孙策的知语之恩。 赤壁之战中,周瑜发挥优秀的军事才能, 以少生多,粉碎了曹操面亡东吴的野心。 周瑜周时夜袭,火攻曹军,一举扭转了战局。 赤壁大截使得东吴国立蒸蒸日盛。 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,占有一席之地。 后来孙权登基称帝时,更是感慨地说了一句。 孤非周宫景,不地义。 意思是如果没有周瑜的辅佐, 他根本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君主。 这充分展现出孙权对周瑜的信任与孙景之情。 如果不是周瑜太过早离世, 东吴的国运会更繁荣富强。 但他为东吴立下的汉马功劳, 将涌在史册,素叶为谢。 鞠躬尽瘁,孙策若知, 必定感激周瑜至忠诚无私。 张昭和周瑜两人分别掌管朝政和军事, 互相配合,共同辅助孙权。 正如孙策所预料的那样, 张昭的老母深算, 帮助孙权训练成长为一个英明的君主。 周瑜的忠心不渝, 则使东吴军容十分强大。 两人共同的努力, 维系住了孙策生前的心血和报复。 张昭身安正道, 不助孙权排忧解难。 周瑜则以武备王室, 威震四方。 张昭内主国政, 周瑜外股国防。 两人各领风骚, 使东吴的基业长盛不衰。 孙权对两位功臣数次表示, 周郎忠诚彪秉, 张公谋略超群, 正是姑接续兄长大爷的两臂之力。 望二位续尽忠孝, 共见大爷。 张昭和周瑜也都言辞, 肯致地回应道, 这是臣等应尽的责任, 定不辱命, 誓死报效国家。 每每想起伟大的孙策, 孙权都缅怀不已。 他常自言自语, 哥哥生前决策英明, 选成任人如神, 使姑兄弟有荣迹可尽。 唯我被在位日久, 能否得天下归星。 权杖诸位功臣以忠报国。 孙策, 周瑜, 张昭三人, 可以说都是建立东吴的功臣。 孙策有远大报复和雄才大流。 周瑜忠诚果敢, 智勇双全, 张昭老诚实重, 谋定政策。 三人各显神通, 最终使东吴在三国混战中读书一支。 虽然孙策, 英年早逝, 但他精准的人选和正确的托固决定, 使东吴的事业得以长期延续发展。 后人感叹孙策生前英明, 更敬佩周瑜张昭之忠诚与辛劳。 三人合力, 共创盛世, 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 记得按赞, 订阅,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。 我们下集再见。